大家好我是Amy B&W的旗艦休於XC中期改款車型正式發表了 那它這次進步了幅度相當的大 堪比大概款的車型 那到底有哪些進步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囉 B&W XC中期改款有兩個車型可以選擇 一個是40i 另外一個是M Performance M60i 那我們先來看看40i好了 當然最主要它們是動力的不同 但是看動力之前 看看這個全新設計的車 第一次在B&W上面採用分離式的頭燈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跟接下來要改款其實有很大的關聯 看起來是有點不習慣 但實際上比起之前只看到照片來說的話 現在實車看起來確實是蠻好看蠻協調 遠比照片好看得多也不會覺得突兀 再來是車側 車側的輪廓跟線條沒什麼改變 但是輪框的造型是新的 那有一個地方是尾燈 尾燈雖然說造型不變 但是內部的排列啊 還有細節做得比之前更精緻了 那至於剛剛有提到的動力呢 40i這次雖然說一樣維持了3.0升直接6缸的影響配置 但是原本的B58改成了B58 TU2 針對內部啊有一些優化 所以讓它的動力可以提升一些些 再加上這次全車系都加入了48B的輕油電輔助 但是它的48B的輕油電輔助 不是像我們之前看到什麼發電機啊的那種輕油電輔助 它這次是整合在變速箱裡面 所以讓它的最大的動力提升到380EP 當然在動力的反應上也會更柔順一些喔 這個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期待了 應該是1月會有新車可以試駕 到時候會有更明確的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外觀之後呢 當然就是整個座艙啦 那這隻座艙好像有點眼熟 但是又好像有點陌生 因為它其實在相同的架構下 有相當程度的進步跟改變 首先當然是iDrive 8.0的進駐 iDrive 8.0的進駐改變了整個儀表台的設計 它變成一個曲面的螢幕 左邊是12.3吋的螢幕 這邊是14.9吋的中控螢幕喔 當然在顯示上我們之前就有說過了 iDrive 8.0它有一些優點又有一些缺點 但為什麼它要換iDrive 8.0呢 主要是因為iDrive 8.0的擴充的能力會更好 它的雲端擴充或是OTA的能力會更好 所以會帶給車子更多的進入 包含接下來我們要說明跟分享的一些功能 但是在這之前看看其他的 這次的出風口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改變 之前的出風口比較像傳統橫式的 但是它這邊就現在中間就改成了兩條線 然後靠著這個撥桿 調整風向開啟跟關閉 使用上是蠻快蠻直覺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顆東西 就是會有一種好像沒有那麼精緻的感覺 然後再來是這一塊 之前的排檔桿已經變成這種撥桿式的了 所以在操作的使用上 我自己是覺得排檔桿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確實這樣的造型在整個空間上 看起來會更簡潔更素牙一些 除此之外 飾板等等的細節 精緻程度我覺得都是比改款前再好一點的 那至於剛剛講到的技術 其實中期改款之後的X7它在車輛的自動化程度上面 有相當大的進化 其中有兩個駕駛輔助的功能 非常的有趣 一個是停車的輔助 那這個停車的輔助不是說看到車位 幫你偵測就停進去 而是你可以用GPS定位 然後系統會幫你記錄之後 你只要到附近 然後車輛就可以問你說 你是不是要停到你熟悉的那個車位 然後你就只要按下確定 在600公尺以內 它就可以幫你搜尋那個車位 然後自動幫你停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之前就有的 倒車的輔助 之前是50公尺 那這一次是200公尺 那這個倒車輔助 其實就是你開過去的路線 它會即時幫你記錄200公尺的距離 然後會原路線 原角度幫你退出去 那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幅度的進步 其實是建構在 它一個Slam的虛擬建置街道的系統上 因為它的攝影機的鏡頭 會偵測街道的狀況 然後建模提供給車輛的系統 它就會記憶整個街道跟環境的樣貌 然後操作車輛去完成它的指示 你不需要碰方向盤 不需要碰油門 也不需要碰煞車 自動就會完成停車等等 所以在技術上確實是蠻進步的 那40i在座艙內呢 畢竟是車系的旗艦 所以一些中期改款的東西 確實細節上的質感還是比較精緻的 那另外呢 40i在座椅的配置上 它是標配七人座的 那你可以選配成六人座 如果有六人座的話 第二排就是兩張獨立的座椅喔 那除此之外呢 XC中期改款在懸吊的結構 跟技術上也有一些進步 那在這台40i的車型上面 它是只有水平的氣壓調整 那它的高度最多調整可以到8公分 那操作其實在這邊 相當的快 相當的直覺 也蠻簡單的 另外一個主動調節的懸吊技術呢 它是可以結合我們剛剛講到 Slam 接到建模的技術 還有GPS的圖資 提前去識別你接下來要行進的路線 去調整你懸吊的軟硬程度 還有結合電子的防晴感等等 可以強化你車身的防晴程度 以達到更舒適或是更出色的操駕表現 那這個配備在40i的車型上面 是需要選配的 但如果你選擇的是 698萬的M60i的話呢 它就是標配囉 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也可以去看看M60i 看看它跟40i有哪些差別吧 走 XC中期改款的M60 跟剛剛的40i 其中一個大的差異 就是全新的4.4 V8的雙窩輪這樣引擎 排氣量都是4.4 然後也是雙窩輪 聽起來很熟悉 但實際上它確實是一個新的引擎 因為它這次的代號換成S68 那大家都知道 雖然說過去已經有案例了 但是S這個引擎代號 通常只會出現在純正的M卡上面 那這次放在X7的M60i車型上面 還是蠻令人興奮 那當然這個引擎內部有經過一些調整 比如說它換了一個渦輪 然後油底殼也有經過優化 還有冷卻系統等等 所以它這次它的最大馬力已經提升到530p 再加上同樣的跟40i一樣有48V的輕油電輔助 再加一個12p的輔助動力 那當然這也就如同40i一樣 它可以讓車輛的動力反應更輕更柔更順 好看完了動力的技術 我覺得還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外觀跟是應該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它還是有很多細節的特徵 比如說這個水箱護照 你有沒有發現它是黑化的 然後邊框也是霧黑 下面這個進氣孔 面積看起來比較大 但是它是實心的有點可惜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中期改款的X7同樣有主動的進氣調節系統 那這次原廠有釋出一個數據 打開跟關起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車的風阻係數會有7%的提升 所以它關起來的時候 風阻係數會稍微再小一點 當然這個前提下是 系統不需要額外的進風冷卻的狀態 那它可以減少車子的風阻係數 對於你的速度或是油耗表現都有幫助 我們看看 這裡面還有照明的光源 這樣照下來這個格戰應該蠻好看的 然後再往側邊看黑色的 然後這邊車側的這個對比40i 它多了一個帶M的勾 然後輪胎換成了22吋P0的配胎 所以在尺寸上當然也是更大更驚人 後照鏡也帶有一個勾 車頂架跟窗框都是黑化的設定 車尾這邊也是 原本的鍍鉻換成黑色的飾條 然後造型相當搶眼的四出排氣圍觀 而且它是真的四出排氣圍觀 果然帶有一點性能味 在整體的視覺上 看起來還是讓人比較過癮 好啦坐艙內我覺得攝影師有眼光 它第一個就先拍這個 M60i的內裝 其實在架構上跟40i沒有太大太大的不同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整個座舱的氛圍更沉靜 然後整個走黑色調 很大面積的碳纖維飾板 然後再來是這個飾板 從X7變成了一個M 這邊也是碳纖維 然後車頂是板皮的包袱 再來是這個天窗 雖然說同樣都是大面積的全景天窗 跟第三排的天窗 但是M60i上面有這個 他們是說星空啊 但是我看就是點點 但是點點的邊緣這邊 它還有走一個導光條 所以我想在晚上的整個座舱氛圍上 科技感跟運動感會更強一點 除此之外 座椅的配置 40i標配是7人座的車型 就是232的座椅配置 那在M60i上呢是222 而且前座這邊可以看得到 有一個造型還有包覆感 相當不錯的跑車座椅 然後第二排兩個人 跟第三排兩個人 基本上兩者在座舱內的差異會是這些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X7的中期改款 在進步的幅度跟技術的溢度上面 其實是相當多 而且改變的幅度相當大 但這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現在汽車工業面臨一個相當大的改變 包含了不管是電動車 或者是電子技術的進步速度 都比過往快很多 再加上接下來7系列 也就是BMW招牌的旗艦車型 7系列也要改款了 那同樣身為一個車系旗艦的X7 它如果在這個時候 還只是進行小幅度的優化 小幅度的改款的話 在定位上會略顯尷尬 而且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可能也會不太夠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BMW 必須要在中期改款的時間點上 就挹注這麼多新的技術 那我想這接下來也會變成 不管是BMW 或是任何一個汽車集團跟品牌 所面臨的常態狀態 其實我們今天也可以發現 像現代改款的時間都很短 那我想下個月 還有相當令人期待的7系列大改款 我們就看看 7系列會有什麼樣的大進化吧 好那今天 X7的發表會 我們的分享大概也要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然後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其實收到我們的商品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feminism 反正 b